高雄長期是飽受空污之苦 四大公投 十八號就要投票了 重啟核四同意方是認為 核四重啟可以取代燃煤發電 減少空污 引發南部的環團不滿 認為核四就算真的重啟 至少要十五年才能夠發電 根本是緩不計及 呼籲把資源放在更有效的空污 改善作為 秋冬的南部 常是霧茫茫一片 而全臺空污的流氧化物排放量 有三分之一來自燃煤發電廠 這也讓空污成為公投論戰主題之一 重啟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修 一號出席打狗英雄聯盟的記者惠時表示 核四能讓臺灣每年多兩百億度電 等於少燒七百萬噸以上的煤 改善空污狀況 黃世修認為根據臺電內部資料 除了一號機二號機重啟 也只需五到六年 而地質調查或耐震補強等工程 能同時進行 讓核四很快重啟替代燃煤發電 不過南部環團有不同看法 表示就算二接環評及安全審查 能同時進行 但前期安全評估 跟地質調查就要約七年 根本緩不計及 這個你要調查 很抱歉 可能恐怕連核四現在的廠區 你可能要猜不管是中火還是新打 他這些燃煤機主要處理的時間 其實都是在核四開始發電 以前他就處理了 所以不可能說等到核四 環團主張 核四取得建廠執照 到重啟要至少十五年 但空污成因更多 來自工廠交通等 與其等有 核安疑慮的核四 不如現在著重產業轉型 及交通改善 永核及反核方 個職一詞就看飽受空污困擾的國人 願意買單哪一方 記者 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